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过大,每天要思考的事情也比较多,因此心里总是想着而睡不着,更加影响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。 如果经常性的睡不着就会导致失眠症,那么失眠症有哪些具体的症状呢?好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失眠症呢?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严重失眠的症状表现有哪些。 一、睡眠时间颠倒,白天犯困,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精打采的,而晚上却精神不眠。 二、睡眠质量差,很多患者都说可以入睡,但是睡醒后仍感觉疲惫不堪,没有精神。 三、睡眠感缺失,可以很快入睡,但是醒后,总是觉得自己没睡着。 四、入睡困难,总是犯困,但是却睡不着,翻来覆去的,总是睡不着,心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 五、睡眠感觉障碍,由于睡觉的时候没有真实感,虽然晚上睡着了,但是感觉一晚上没睡一样。 六、睡眠显容易做梦,由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经常做梦,在梦中容易惊醒,但是醒来之后却很难再入睡了,引起失眠的原因。 一、精神原因可能的原因有压力很大,过度忧虑,紧张或焦虑,悲伤或抑郁,生气,容易出现睡眠问题。 二、生活方式,由于生活方式引起睡眠问题也很常见,如饮用咖啡或茶叶,晚间饮酒。 睡前进食或晚饭叫晚,造成满腹食物尚未消化,大量吸烟,睡前剧烈的体力活动,睡前过度的精神活动,夜班工作。 白天小睡,上床时,肩不规律,起床时肩不规律。 三、环境因素吵闹的睡眠环境。 睡眠环境过于明亮、污染、过度拥挤,怎么调理失眠呢? 一、睡个子午觉中医养生非常强调子午觉的作用,也就是说晚上子时要熟睡,白天午时要稍微休息一段时间,每天午时阳气正盛,休息一会儿可以养阳。 午睡时间因人而异,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。 时间过长容易进入深睡眠,醒来后反而让人感觉没有精神。 二、每天泡搓脚睡前,用温水泡泡脚,在服役足部按摩,最具有改善睡眠,消除疲劳并且有促进消化的作用。 另外在搓脚同时可以活动一下脚趾。 比如第一脚趾是肝,皮两斤的通路,多活动可以输肝健胃,增进食欲。 三、晚上养心阴人睡觉之时,无脏仍在不停地工作,特别是心脏最为辛苦,需要有意识地犒劳一下它。 四、睡前吃一点养心阴的食物,可帮助精神内守,安神助眠,冰糖莲子羹,小米红枣粥,藕粉,桂圆肉,百合,或一杯牛奶等,都可叫好的补益心脏。 四、睡前调呼吸所谓静则声音,阴盛则魅,缓慢均匀的呼吸,对进入睡眠很有帮助。 这是因为人体呼吸的节奏慢了,心跳就会随之自然减慢,细续运行,生命活动也会慢慢缓和下来。 这样的状态下,人才能安然入睡。 一般来说,临睡之前不宜做大计量的运动,也不宜有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,可以适当、静坐、散步、或听点舒缓的音乐等,使身体渐入家。